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拉到这一组 这一组彩色的这个有十个颜色 还有这一组灰色系的是有五个颜色 那真的是等了非常的久 因为在年初的时候Sentango公司呢 他们就与美国的Sakura合作他们推出了一个Project Pack 08系列 就是用这一系列的笔来去做一系列的创造 那非常非常的好看 非常吸引眼睛 所以呢 一直等到现在我终于拿到了 现在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尝试看看他们的效果究竟是如何呢 那首先还是要来比较一下 因为这一系列它的笔是06的 那我在美国参加CZT认证的时候 我在现场也买了一组 旧的这一个第一版的第一代的Moonlight笔 那它的笔也都是06的 那据我所知呢 目前在亚洲能够买得到的是这一组 是12色 其实它不能说是12色 它还是一样是10色 一模一样的 然后它多加了两支白色的笔 那这一组笔的话 它的粗细是10 所以它比较粗 说实在的 我个人是觉得说 在画标准的缠绕化圆砖的时候 这一组笔会显得太粗了 那在应用上面需要稍微的考虑一下 那至于就是说我在美国买的这一组06的话呢 它就还可以 它画的效果不会太粗 是比较好的 那把这两组彩色的Moonlight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呢 大家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第一代的系列 它的颜色是荧光感非常的强 然后新的这一代呢 它就是比较有一点带灰色接的 也有说是我们的木兰迪色系 它画出来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刺眼 没有那么强烈的鲜眼感 或者是说它比较沉稳内练一点的感觉 我个人的感觉是櫻花公司同时推出了这一系列灰色系的 那它可以跟这个第二代的这一个色系做非常好的搭配 那就是说我们在日后 我可以常常运用这一组彩色笔来做练习 尝试看看怎么样的组合才会是最漂亮的呢 助手的新工具当然我们首先要来画一下它的色卡 那因为这一组系列它是在白纸跟黑纸上面都能够显色的 所以我这边是准备了这一本方格笔记本 这个是MUJI的笔记本 虽然说它的纸是稍微偏米黄色 那我是觉得还OK 所以我要用这一张 那这个背景我已经先做好了 然后我等一下来试试看 新的这一组MUNLINE系列到底它们的效果会是如何 你说不解释论 这是掌握的 为了这一组的这种 有一个比变的 您可以用这个哨子 您可以用这一组 撐一下 这能够紧张手 守在支持 若亭 我先说 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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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